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我也觉得这样 不错 所以我们的很多同学都去赚钱了 但是今天经过我这么多年的历练和社会经验 我才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不可能 为什么 一个赚钱赚了很多的人 然后再去从事艺术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还没看出谁能够从事着让赚业进行服务 它是一个思维的连续性问题呢 还是说 对于艺术家 对于个人来讲 对于个人来讲 你无法 由于你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行当里面去混 你就无法跟得上这个行当急剧变化的趣味和组织的发展 你想重新插进去 你很有钱 你也不一定插进去 我们这边有人赚了很多钱 然后他们欢喜来想当艺术家 然后中国还有一个路子 先当官 你画画的好不好 反正你是美剑副主席 你很快就是大法家 因为你是美剑副主席 对 是吧 你是什么馆长 对 是吧 但是 原来我也觉得好像这是可以考虑 后来我才发现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这里面就说到刚刚所作的趣味变化 其实艺术界的变化的趣味的代际 越来越强烈 原来可能是一代人 20年 30年就一代人 后来10年一代人 现在5年一代人 我说80后啊 你们这样很厉害啊 80后说我们老了 90后才厉害的 你跟90后聊天 哪里啊 00后觉得我们很差 几年就变 这个艺术区位变化大 是因为这个社会的变化速度在加快 从而加快就给艺术带来一个很大的困境 就很少有人能够跟得上 这个潮流 何况所谓的成功 在某种意义上 等于是你在某个方面 某个潮流 能够引领一下 你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 你这个潮流当中你没引领一下 你到了下一轮你想引领 没你的戏呢 方立军在92年画大脸 傻笑的脸 已经领了潮流 你今天画傻笑脸比他画的好 有用吗 没用 的确 你画的再傻笑也没用 对 因为这个潮流今天变成不笑了 变成坏话了 然后开始想画坏话 但是把坏话大家都觉得很好了 画法已经过了 大家觉得画法没意思 这说明什么 跟潮流是跟不上 除非你在行长跟贴的 是吧 这就是说那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当他们想当艺术家的时候 他们就完了 其实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很有钱 因为很热爱艺术的 你干嘛当个艺术家呢 真正左右艺术的时候 那你还不如直接做画了 直接趁你拍卖 你才真正左右艺术潮流的 你真正领导潮流 不是你自己的创作 你用你的钱开拓道路 干嘛他们不这样想呢 可能还是有一个专业情节吧 我觉得有 我只能说 基于青春年代的奇怪的梦想 那种已经过世了很多年的文青趣味 居然还在左右里 这样今天你觉得你是个诗人 于是来开始写北岛的朦胧诗 还有效果吗 还不如你拿钱出来成立一个经约会 然后为新诗人出诗集 对不对 但是有些人想后生蛮没想的 何况你这个时候 带你新人 你还能够真的作为长奖 但我也有见过像 您说的这些有钱人 他反过来他 他以前也是读艺术专业 他觉得他也很牛逼 然后他也觉得 现在的这些画画的都不行 都没有好 所以我又重新画 我一画都比他们好 举出例子来 那就不开名字了 举出例子 他画的再好 首先画的好已经不是个事了 已经没有人对这个事情愿意投入了 没有他理解之中的好 所以你就背离历史和背离社会 你更加可怜 他没有从一个客观角度看 那么我们就这样讲 不是我很厉害 是因为我后来做的是艺术研究 艺术对我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我研究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艺术趣味的变化 艺术市场的变化 操作艺术的人的变化 操出我们的想象 不要以为你一个人的趣味 能够很好的维持下来 千万不要以为 各领风骚 两三年 现在很可能两三年都没有 两三个月 是吧 耳潮生与鸣俱灭 各领风骚两三个小时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艺术也很受到 你说的这种传播学的影响 以前没有这么大的影响 现在很明显感觉有这样的影响 比如说遇上一些 像现在疫情大瘟疫 马上各个人都画赤子 但是没用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中国著名的一艘家 中国美院院长徐江教授 开明智 没有他是很厉害 我当作我朋友 他画葵 对不对 被誉为中国的激活 他画葵 没问题 我也跟他写过很好的文章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艺术家 艾薇薇 很莫名其妙艾薇薇 也做了一个葵瓜子 我不知道为什么都用葵来做主题 做母题 一样 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目标是锋马就不相信 许江先生画葵 是要重视葵所呈现的那种象征性 象阳的那种特征 那种昂首漫年的那种勇气 是吧 某种主题宣传的 某种主题的那种 红大 对不对 用一个符号去盖过一个时代 他很有野心 他也有能力 也有地位 没问题 但是你如果去问艾薇薇 我记得有一个采访 你为什么做了一亿个葵瓜子 他说我也不知道 没用的 我这个葵瓜子一亿克 最大的好处是 我养过了一批 因为他们要给我做葵瓜子 他从一个 一帮人我要 从商业角度 要干活 然后他的葵瓜子就在泰特美术馆展览 他就捧起了葵瓜子 一美元一克 对 然后拿来作为众筹 或者是捐献什么的 那为什么泰特美术馆不请许江先生做展览 为什么不是你 是的 为什么 结果一个是要 按照我们的理解 我也认为是震荡的 弘扬时代旋律 表现一种向上的精神 我们也应该肯定艺术家的奴隶 另外一个说 没用的 他养了一批 但是他却在英国最重要的美术馆展触 当然了 我们说这里面有西方的阴谋 有政治动静 但是我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告诉大家听 艺术品位是个很复杂的 嗯 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复杂到了 其实相当程度上 艺术家不能挑选去 嗯 只能这个社会变化和市场 挑选艺术家 嗯 所以就不存在那个问题 我先赚钱好了 还是先做艺术好 终于是假问题 啊 嗯 你如果赚钱 你就赚钱去算 嗯 如果你想通过艺术赚钱 那还不如做少地产 嗯 于是就得出一个最简单的结论 那所谓生存 所谓生存 它会不会也改变一个人在艺术上的思考模式 是吗 当然是 其实我想得出一个结论很简单的结论 其实我觉得 其实今天整个东西方艺术教育都面临危机 嗯 不仅东方我们所熟悉的中国的艺术教育体系 有很多危机 其实西方也有危机 很多人都说西方学当代艺术不是学艺术 学理论 嗯 是吧 要看很多理论书 要懂得从德里达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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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科 再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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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拓 再到什么什么什么 艾尔金斯 体制批判又重新上来了 要了解左派 要干本 要了解这个汽车客 我现在随便说几个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走在一边去 你还懂艺术吗 你我们现在开始讨论复科你不懂 复科到哪儿了已经 我们不讨论复科 我们现在讨论谁 讨论德里达 德里达也哪儿了 我们讨论一下 讨论 对 这个就是现在变成艺术圈的门槛 就比如说 无论喝酒 饭桌上也好 好像我们现在喝茶也好 你不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也不是艺术 滚出去了 那么 所以这个行动也很麻烦 也不要以为你很有思想 我也觉得很尴尬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艺术就是面临尴尬 艺术家不仅无法选择市场 无法选择趣味 而且成功的艺术家 比如说中国著名艺术家曾凡志先生 就是一个很好的商业 嗯 他有一个观点 别人跟我传达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看 但是我认为他讲的很实际 中国艺术就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艺术为政策服务 所以艺术家跟政治玩了 那你当然为政治服务 你当然跟政治玩了 跟政治家玩了 为国家服务为政治服务了 嗯 第二个阶段艺术家 为市场玩 为西方策展 嗯 那我们大家重向西方 重向策展 我们一天到晚要讨论 温哥华美术馆的策展 人的趣味是什么 嗯 我们要讨论多伦多美术馆的策展 人的趣味是什么 我们要讨论美国最著名的理论家丹拓 他喜欢什么 他为什么在1964年宣布 艺术到此终结 为什么他能够从 那个安迪沃霍的 三个布洛克的盒子 得出这个结论 他讨论这个问题 你不明白这个问题 你就别讨论 别想进入美国的当代艺术 也只有我在美国的很多朋友 在画廊里面很成功 他们画很写实的油画 一谈的当代艺术他们很郁闷 这个郁闷也很正常 其实他们也很正常 是吧 这个危机就是这样的一个 重大危机 趣味着急剧变化 所以最后的结论 我说坦率的话 轻易不要学艺术 那像您这样说 轻易不要学艺术 艺术要去功利化 去功利心这个东西 就不存在了 一方面我们坚持艺术去功利 另外一方面 从社会的角度 艺术就是一个产品 它不断在纠结 所以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 布廷恶才说了一句名言 康德告诉我们 审美要纯粹的非功利性 然后象征交换才会出现 艺术就是最大的象征交换 因为价值是无价 艺术品是无价 无价的艺术品 可炒出功能才大 它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期货 你们现在见到 终于带去功利 可以认为